下午好 今天是2021年4月12号星期一 以下是今天的1688澳洲晚报 先来关注疫苗 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 目前澳洲政府不会给疫苗接种 设定任何目标 并且承认 尽管澳洲政府已经增加辉瑞疫苗的订购量 但是并不是所有澳洲人都能在今年年底之前打完第一针 澳洲政府周日证实 澳洲额外订购的2000万剂昏热疫苗 要到今年最后一个季度才能送到 澳洲新冠疫苗推广计划受到供应短缺的困扰 上周澳洲政府宣布 由于存在引发血栓的风险 可以在澳洲国内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 不再适用于50岁以下的人群 澳洲政府此前承诺 所有符合条件的澳洲人都将在10月前接种新冠疫苗 而现在至少要推迟3个月 再来关注澳洲国境开放 当前澳洲疫苗接种工作方寸大乱 而受此影响 德勤经济研究公司季度业务报告预测 澳洲国境开放至少要等到2024年 出于疫苗引发血栓的风险考量 上周澳洲卫生厅建议 阿斯利康疫苗只能给50岁以上的人接种 而这样的变故使得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重启计划陷入混乱 德勤经济学家理查德森预计 澳洲还会再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的隔离检疫工作 2022年澳洲国际旅行出入境仍将是疲软状态 而直到2024年可能才会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再来关注Jobkeeper 上个月末澳洲留职补贴计划Jobkeeper结束 维州企业由于财务压力过大 导致倒闭的企业数量正在增加 据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提供的破产数据分析 4月的第一周有21家维州公司被倒闭清算 或者是被法院强行命令接管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